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在EMD日前发表的Devanced Insights访谈中,台积电执行副总经理件联席,客户共同营运长米玉杰表示, 二奈米以下制程未来仍有进步空间,同客户的合作至关重要。 Devanced Insights是AMD的越更尖端技术访谈栏目,由AMD技术掌机执行副总裁Mark Papermaster主持。 米玉杰在访谈中表示,先进工艺的进化还没有停止,整体来看,机会和挑战并存。 台积电采用双研发团队体制,两个团队交替推出最新制程,这意味着更多的时间和技术资源。 目前,每代制程的开发周期已达到五年乃至七年,相较之前的两年至三年明显放慢,但并未止步。 从7奈米后,台积电的每一代新制程都引入了新的技术。 而在2奈米,节点,台积电将导入更复杂的GAA电晶体结构,目前仍定于2025年量产。 面向未来,台积电正进行多维度的开发,推动半导体行业继续向前台积电正在进行西光子学的开发, 也正同DRAM厂商加强HBM领域的合作。 此外,台积电还在研究将3D堆叠引入电晶体层面,也就是CFET电晶体结构。 主持人提到,自2010年代初以来,传统的代工厂至五厂设计企业合作模式逐渐显露出不足。 现在,代工订单的家义双方正以亲如一家人的形式为晶片的优化,共同努力。 米玉杰也持有相近的观点,并表示,DTCO设计工艺协同优化正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。 一方面,DTCO有助于识别那些过于极端而相对缺乏价值的工艺改进路线,让制程开发聚焦于客户的真实需求,减少开发压力。 另一方面,DTCO可帮助用户在产品的效能、能耗、面积三大要素间取得更好的平衡,达成单纯制程缩放难以实现的目标。 此外,DTCO也有助于榨干单一节点的技术潜力。 米玉杰在访谈末尾提到,对于HPC领域而言,人工智慧已跨过了是否有用的门槛,这激发了一年多来人工智慧产业的蓬勃发展。 他认为,人工智慧浪潮下HPC行业的繁荣程度将前所未有,超越当年的PC和智慧型手机行业。 另外,在今年的Computex 2024年的展会的主题演讲上,AMD正式公布了其代号为Turon的下一代的EPYC伺服器处理器。 旗舰产品拥有高达192个Zen5核心和384个县程。 AMD董事长兼执行长苏兹峰称其为全球最好数据中心处理器,预计将在2024年下半年推出。 根据AMD公布的讯息显示,Turon系列将包括至少20个不同的SKU,分别基于Zen5和Zen5C核心架构。 同时,这些处理器设计为与现有的Zen4EPYC家族在SP5、LGA6096插槽上兼容,并支援更快的DDR5-6000MT记忆体。 AMD展示的SKU包括160核心320线程的EPYC9845,144核心288线程的EPYC9825,128核心256线程的EPYC9745等。 所有这些SKU都拥有64个以上的核心,超过256M的L3快取,TDP从320W、400W到500W不等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暂未公布具体型号的旗舰,SKU则配备了12个CCD和1个IOD,提供了192个Zen5C核心,384个线程和384M的快取,TDP高达500W。 Turon系列EPYC CPU还将支援高达DDR5-6000MT的记忆体,最大容量可达4T,在主机板上提供多达128个PCIe Gen5通道。 根据AMD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,与现有的Zen4EPYC处理器相比,新一代Turon在效能上实现了显著飞跃,提供了2.5倍至5.4倍的效能提升。 其128核心的Turon的效能达到了英特尔64核心的Zen8592加的3.1倍。 另外,在AI效能方面,128核心的Turon的AI效能达到了英特尔64核心的Zen8592加的2.5至5.4倍。 AMD已经确认,目前正在对Zen5EPYC CPU进行大规模出样。 预计Zen5EPYC拓轮家族将在年底前正式亮相。 与此同时,Zen5和Zen5C架构在桌机和客户端、PC平台上的Granet Ridge和Strikes Point也正式推出。 AMD董事长兼执行长苏兹峰在Computex 2024展会的开幕主题演讲中, 这次还正式发表了全新的Zen5架构的Ryzen9000系列桌机处理器Granet Ridge。 全新发表的AMD Ryzen9000系列桌机处理器Granet Ridge基于Zen5构架, 第一批产品将于2024年7月推出。 苏兹峰强调,Ryzen9000系列是继Ryzen7000、Rafael和Ryzen8000HopPoint系列之后, AM5插槽的第三个系列将配备两个Zen5小晶片, 每个小晶片最多有8个核心,最高16个内核和32线程, 与Ryzen7000系列类似。 AMD还继续支援SMT同时多线程功能。 AMD首批推出了四款CPU产品, 都配有2CU、2DNA2极显, Ryzen99950X配备16核心32线程, 170W TDP,最高主频5.7G。 Ryzen99900X配备12核心24线程, 120W TDP,最高主频5.6G。 Ryzen7900X配备8核心16线程, 65W TDP,最高主频5.5G。 Ryzen5 9600X配备6核心12线程, 65W TDP,最高主频5.4G。 根据AMD官方测试, 其Zen5内核面向PC平台的IPC效能相比, Zen4平均提升了约16%。 与英特尔 Core i9-14900K相比, AMD旗舰16核心, Ryzen99950X在游戏效能测试中的速度快4%到23%。 在生产力效能测试中, 9950X显示出更大的优势, 比英特尔 Core i9-14900K快7%至56%。 AMD宣布, Ryzen9000系列将于7月底推出, 具体定价细节将很快将会公布。 那么,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谢谢。